香港某餐厅内 身为政治不警探的阿明 正和身为少多主警探的前妻小莲叙旧 女人想要挽回感情 阿明却一个劲的盯着一名陌生男子 偷着点了一桌子菜 但只顾喝汤 阿明的丁溜感很准 总觉得陌生男子有问题 小莲见阿明还是不懂女人心 他只能放弃内心复婚的想法 阿明工作上有事先行离开 陌生男子见阿明走后 他来到小莲身边 趁对方掉了一个勺子 小莲借过勺子 餐厅灯光突然熄灭 一神秘人 看着拿着勺子的小莲 他禁止走向对方 小莲身为警探 意识到情况不妙 然而 他还是晚了一步 神秘人掏枪 小莲应声而倒 十几分钟后 状案主警使翔哥赶到现场 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小莲的情夫 也是他的介入 让阿明和小莲的婚姻破裂 翔哥看着女友的尸体 他的表情十分复杂 我们将时间拉回到几天前 小莲破获了一场毒品 调查一番后得知 半毒者 竟然是男友翔哥 碍于两人的情分 小莲没有告发翔哥 他让对方赶紧收手 将毒品销毁 就当此事从未发生 翔哥表面上大意 然而私下 他因抵不住军贤的诱惑 从金三角 联系到了两名杀手 最终忍痛割爱 让其干掉小莲 这边有了如今餐厅的遗物 土地要隐患 翔哥始终还是挨着小莲 看着对方凄惨的尸体 他对手下说了一句话 阿明德之前期去世 他感到停失防 背上没有打乱他的思绪 他觉得小莲的死 有很多可疑之处 翔哥则说道 小莲他身为扫州族探长 性格又很通动 肯定结下了很多仇家 他的死 由性格所知 真是可惜 阿明听闻此话果断走开 因为他不想 和眼前这位无情的家伙 多说一句 几分钟后 阿明办完手续准备回家 途中 他看到翔哥 和一群手下正在说着什么 这一幕 让阿明信中有了猜疑 此时的街头 翔哥手下列哥 找到其中一个杀手 准备付给对方仇听 不想后者称 之前他们不知道目标是紧张 所以想要临时加价 列哥回到 一切都好说 那么你的搭档在哪了 杀手没有回答 只让列哥付钱 付完钱 他的搭档自然会出现 很显然 这句话 是在威胁列哥 列哥只好回去请示老大翔哥 翔哥是个狠人 他最讨厌被人威胁 随机向列哥下了一个指令 一小时后 老杀手接到电话 列哥在里面说道 他拿着钱 马上就来 让杀手不要离开 结果 这一座 老杀手没有去世 翔哥带人来到医院 因为他想起一个隐患 那就是 另外一个杀手还没露面 为了安全起见 他逼迫老杀手 说出另外一人的下落 接对方不开口 列哥直接将其嘴巴捂住 老杀手暂时死亡 列哥在猛打 把对方胸童 一番折腾后 老杀手再次复活 在死亡边缘徘徊的他 终于支撑不住 只好出卖了同伴 得到想要的情报后 翔哥等人准备出发找人 走之前 他将杀手的氧气管割破 让其慢慢去世 而阿明这边 无意间看到一则新闻 他认出了车祸篮子的模样 这不就是 之前餐厅的奇怪男人吗 来到医院 阿明走进杀手床前 后者移除以死亡边缘 他的嘴里 一直念叨着一个弟子 说完后 杀手去世 阿明怕惹祸上身 只好赶紧离开医院 来到杀手口中的弟子 他在人群中 看到了一名气质突出的女人 第六感的直觉告诉阿明 这个女人 有问题 巧的是 女人也在人群中 看到了阿明 他随即走开 阿明在后紧跟 来到一楼梯口 女人突然偷袭阿明 一番打斗 阿明将其制服 后者的一句话 表明了其凶手身份 阿明将女人靠上 他打电话通知翔哥 称自己已经抓到凶手 让对方赶紧过来 十几分钟后 阿明听到有人来的动静 他将女人和自己靠在一起 来到走廊 这间两个带头裤的人 静止向他走来 阿明问对方 是不是重案者 两人没有回答 而是突然掏出手枪 打伤了阿明 女人接过阿明手枪 叫两人抱他 接着 他和阿明跳下楼房跑路 来到一电话亭 阿明再次拨通了翔哥的电话 小明 你在哪里啊 我陪人来进 小明 你在哪里啊 阿明感到不对劲 他的第六感直觉 让自己不要回答对方 挂断电话 阿明打给了前妻的母亲 他让老人带女儿小林 赶紧离开家里躲起来 自己随后来找他们 老人见阿明如此慌张 只好照做 几分钟后 果然一群人来到了老人家 他们正是翔哥的手下 老人和小孩躲过一劫 阿明和女杀手也随后赶到 回到家里 女杀手替阿明取出了子弹 阿明痛得昏了过去 在梦中 阿明见到了前妻 他拉着对方的手不肯松开 而现实中 他却是拉着女人的手 见阿明熟睡后 女人来到一卧室 看着照片上 抱着小孩的阿明前妻 他陷入了城市 这时 突然一个人影出现 女人的杀手之觉 让他掏出手枪 并进一看 原来是阿明的女儿小林 女人让小孩过来 他问对方为何要拿着枪 小孩说 自己想为母亲报仇 他想让眼前的阿姨 教她枪法 女人听后 露出了愧疚的模样 接着 他和小孩做起了游戏 看来 就算是杀手 也依然有感情 会喜欢可爱的小孩 第二天 阿明醒来后 发现女人不在 他带着丈母娘 和小林准备离开 这时 祥哥的人突然杀到 丈母娘中枪身亡 阿明自知不敌 将小林放在屋顶后 他引开众人儿去 然而小林最终 还是被祥哥一手下发现 关键时刻 女杀手出现 祥哥手下 立刻将小孩挟持 作为人质 然而女杀手的枪法 一入化尽 直接一枪 命中了目标 小巷里 阿明遭到众人追杀 危机之时 还是女杀手赶到 他是因阿明不要慌张 随后掏枪开火 三人顺利逃脱后 阿明来到 同父异母的哥哥家里 他让其收留小林 然而此时的阿明 已被祥哥列为了通缉犯 罪名便是 杀害医院里的老杀手 还有几名警察 阿明的哥哥 横讲情谊 他不顾妻子的反对 收留了小林 随后 阿明和女杀手 多到一废弃房屋 阿明为对方 为何要救自己 女人只简单说了一句 因为 他喜欢阿明的女儿小林 阿明在问对方 为何要杀自己的前妻 女人的回答也很简单 为了钱 因为钱 可以买口红 阿明很疑惑 难道人的性命 还不止一个口红吗 女人很坚定的说道 在我们金三角 口红比人命 可值钱多了 阿明听后顿时语设 女人告诉阿明 自己叫做小文 如果阿明 要找他报仇 他愿意接受挑战 阿明知道 前妻的死 是小文的无心之举 真正的凶手 是那个翔哥 之后 他联系到了同事件好友 大王和小张 女人算是阿明的结拜兄弟 他们听后 愿意把阿明洗清冤屈 晚上 大王和小张 来到翔哥住址 小张潜入其家中 找寻证据 在地板里 他发现了大批毒品 就在此时 翔哥等人突然回来 外面的大王着急吼道 让小张赶紧离开 巧得是 幸好出了问题 但小张听到大王的呼唤后 已经来不及了 几分钟后 一人突然从楼上摔下 正好砸在了大王车上 小张临死前 告诉大王 我没了计算 住翔哥的折磨 出败了阿明 他的位置已经暴露 赶快让他离开 悲痛欲绝的大王 充满来见阿明 他将情况告诉对方 阿明听后悲愤不已 但他也无力为其报仇 阿明让大王跟他一起跑路 大王则说 自己已经想好了措辞 翔哥肯定不会怀疑他 阿明只能带小文离开 不出一个小时 翔哥等人来到现场 看着从阴影中 走出来的翔哥 大王开始慌了 他心中想好的措辞 忘得一干二净 口中胡乱念叨者 自己都听不懂的话 随着一声枪响 大王一声讹道 阿明小文来到哥哥家里 他们想要接走小林 哥哥不在 嫂子让阿明先等一等 他去给小林收拾行李 作为杀手的直觉 小文觉得嫂子不对劲 他来到屋内 果然 对方正在报警 小文上前指指对方 小子受到了惊吓昏倒 三人之后来到伊地下旅馆 小文跟阿明商量 建议他跟自己逃离香港 去往近三角生活 得到阿明同意后 小文安排好了船子 两人身心俱疲 很快入睡 小林梦有在走廊闲逛 熟睡的小文 突然被噩梦惊醒 他发现小林不见了 叫醒阿明 两人在走廊上 发现小林的玩具 小文又衍生事意 让阿明行动 后者会议 一脚踢开房门 小文一枪 将匪徒爆头 两人抱起小林 来到走廊 小文感到不对劲 小林不刻是近上角 王牌杀手 他一圈一个 将强各手下 各个击破 来到大街上 他抢到一摩托车 一番鸡子以后 三人顺利在神阁眼皮底下逃回 来到义工地 小文感到疑惑 为何小林这么久 都没说过一句话了 阿明只是说道 可能女儿睡着了 小文一看 小孩身上全是血迹 小林的死 让两人没了期望 小文问阿明 你的身上还有钱吗 阿明疑惑地掏出一个硬币 递给了小文 后者结果 他说道 我是一个职业杀手 既然收了你的钱 我就会替你做事 不用翔哥来找我们 我们直接去找他 而此时的翔哥 虽然没人干掉阿明等人 但他已经将毒品卖掉 看着一桌子上的钱 翔哥挤人 笑出了声 烈哥来到书柜 想要拿账本 结果被躲在柜子里的小文 一刀剁掉了双手 看着没了双手的烈哥 翔哥等人立马慌了 小文阿明 让人缓缓走出 竟烈哥不服气 小文随后补上几枪 然后让众人 将身上的枪全部交出来 几人知道小文的枪法了得 他们只好照做 翔哥举起双手投降 他说道 自己愿意和阿明小文 奔着笔账款 为了仪表诚意 翔哥让手下拿枪 打断自己一只手 快点 不要开枪 翔哥拿手下灯顿牌 追小文和阿明打伤 他来到阿明面前 想要了结对方 这种扳机之时 地旁的小文 拿起碎玻璃皮 想要偷袭 翔哥健壮 一声射向小文 后者急忙躲过 阿明表现翔哥不备 拾起地下的刀 一下子披在对方的腿上 翔哥痛得大脚起来 阿明随即上船 与其流打在了一起 双方没了武器 就能拳对拳 脚对脚地进行肉活 为了活命和金钱 翔哥暂时忘了疼痛 被利益占据大佬的他 拉出拼命的态势 攻向阿明 而这个阿明 为了去女儿 前妻 好友们报仇 他的目击子 明显大过翔哥 如果说翔哥是拼命的话 那现在的阿明 这可以说是不要命了 一番学战下来 阿明将翔哥打倒 他捡起枪支 将对方的四肢全部打穿 让其身不如死 这也算做事 对翔哥的惩罚 要雷哥我说的话 这么做 还是太便宜了翔哥 直接一枪 将其爆头多好 你们说是吧 之后 阿明带着小文坐船离开香港 影片名叫王命鸳鸯 片子剧情紧测 没有任何料点 除了很多小的细节漏洞外 也算是一部 优秀的港式动作片了 而对雷哥我来说 看完这部电影 我还是只想说一句话 夏文西 自身他娘的美 好了 今天的老港片 就讲到这了 我是一个 是要讲完所有 今天港片的解说 喜欢雷哥的话 麻烦点个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